接杆究竟如何处理 看看日本农民的做法 你觉得科学吗? 日本是一个农业发达国家 农业生产早已实现了机械化 农民种地变得很轻松 不过他们对接杆的处理 依旧使用的是传统方法 那就是直接焚烧 在他们看来 用焚烧的方式处理接杆 是一种科学又简单轻松的方法 没有其他方法能比焚烧更好 而且背后有一套科学的逻辑 那么这套逻辑又是怎么样的呢? 农作物收割留下来的接杆 究竟是还田好还是焚烧好? 答案势不言而喻的 当然是焚烧好 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土地资源有限 接杆还田需要半年的时间才会腐烂 但实际不允许他们等半年的时间 再去种植下一季农作物 相比较而言 接杆直接焚烧比还田要有很大的优势 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 接杆上往往是害虫和虫卵的最佳栖息地 焚烧接杆能够彻底将害虫和虫卵烧死 如果不焚烧 害虫和虫卵就会躲在接杆上面躲过寒冬 到了来年春天种植的庄稼 有很大几率爆发病虫害 农民就必须打农药 否则就会减产或者绝收 这样一来 既增加了农民的种植成本 还增加了潜在的危害 第二点 在地里焚烧接杆 不仅能将害虫和虫卵烧死 同时还将地里的杂草和草籽一并烧死 解决了杂草的问题 这样农民就不用打除草剂 减少了种植成本 除草剂打多了 会严重破坏 土壤结构和肥力 得不偿失 第三点 焚烧接杆最终变成了草木灰 农民朋友们都知道 草木灰是一种很好的钾肥 能够促进农作物的生长 这样不就减少了购买化肥的成本吗 第四点 在所有处理接杆的方法中 焚烧接杆虽然会产生空气污染 但比起化工污染微不足道 同时也是成本最低最简单的方法 焚烧接杆力大于弊 但并不等于一顿乱烧 日本农民焚烧接杆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而且是相当科学的 第一 向水道收割完之后 接杆会被打碎留在田里 而且是会垄成一排一排的 排与排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间 焚烧的时候 就能保证微生物跑到没被烧的地方 接杆上的害虫和虫卵就被完全烧死了 这样既清除了害虫 也很好地保护好了农田里的微生物 第二 焚烧后留下来的草木灰 用微耕机翻耕 改善土壤结构 保证土地肥沃 以上就是日本焚烧接杆的一整套科学逻辑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今天的我们 正走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大道虽长 总有尽头 我们不但要重视 现代化农业机械的研发 也要重视 对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同时需要更多了解农村 懂农民 懂农业的真专家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 能对中国农业的发展 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我是谭谭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有价值 欢迎点赞评论并转发